台藝NBA球星林舒豪去年引起热潮 Volvo成为他全球首个代言的品牌 成功地替车商提升形象 16日他也出席品牌活动 替E4年式XC60进行造势 在从舒豪代表我们的品牌之后 我想很多的价值 透过他本人的一个鲜明的个性 已经传递得非常清楚 我们得到了很多年轻朋友 来成为我们的车主 大概有10个百分点以上的成长 那希望这个成长能够 因为今年的在合作来讲 还能够再继续下去 我只要翻译成英文的话 就上做继续新闻 还没继续投赛 对 继续投赛 全新的车头造型 完整的组被动安全 更新增自行车侦测系统 舒适超大的内部空间 这台改款后的跨界休旅 让林舒豪都占不绝口 这两个人的第一个人 第一个人的第一个人 第一个人的第一个人 空间 空间 所以我的脚比较长 所以 我才会和我一位 然后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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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后就是 舒服 然后就是 很舒服 然后就是 很舒服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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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Volvo在林来峰的加持下 不仅成功年轻化 更交出亮眼成绩答案 车款全新的设计概念 成为车商抢工市场的力气 又不是 那 thereby 咱们